是否可测量压力来追踪自律神经系统的健康 以及胶感反应与负胶感反应之间的平衡 以下说明可以应用的一些新技巧 生物回馈利用特殊的装置 控制身体一些不由自主的过程 这已经被用于协助一些人利用他们的思想控制他们的心跳 血压、皮肤温度 一种更复杂的生物回馈形式测量心跳之间的心率 这称为HRV或心率变异度 在许多身心诊所就可测量 心跳率越复杂 心跳之间的变异越多 就表示越健康 心跳率越差 变异越少就表示越不健康 大脑的调视复原力与健康 直接关系到心跳率的复杂性与调视复原力 心率变异度降低是压力增加的标记 借着测量心率变异度 可以了解自己的压力反应 大脑发炎关系到每种已知的情绪、行为、注意力、记忆力或神经退化性疾病 而放松可以消炎并刺激迷走神经将以吸胆碱传递到全身 不只舒缓身心 也扑灭了发炎的火苗 人体是每粒均衡的有机体 和大自然韵律和谐并存 过度的压力则会造成发炎、老化、失智 因此 每天规律的刺激迷走神经与均衡交感神经系统 是维持大脑与身体健康的关键 新研究认为 迷走神经可以促进神经细胞的新生 修复大脑组织 也有助于全身组织细胞的回春 干细胞直接连接于迷走神经 活化迷走神经可以刺激干细胞 制造新的细胞 修复病重建我们的器官 经过科学实证 核心冥想能有效放松身心及降低脑波 帮助启动身体的修复机制 迷走神经来自大脑 控制掌管放松反应的腹胶感神经 学习刺激迷走神经最好的方式 是结合呼吸的冥想 现在 从一数到五 深吸一口气到腹部 停一秒 然后一样数到五 缓缓地吐出一口气 腹部维持柔软 重复五次这样的腹部深呼吸 接着按照这个节奏从五十倒数到一 我们刚刚所做的深呼吸刺激了迷走神经 从大脑流经颈部 直接进入胸腔 穿越横隔膜 因此当我们深吸一口气 放松与膨胀横隔膜时 迷走神经就受到了刺激 随即启动了腹胶感神经系统 皮质唇指数降低 大脑复原 这整个体验称为放松反应 与压力反应的相反 放松反应是身心疗愈 修复与更新所不可或缺的